课本的应该是在108,没错,在108页的第八个单字,我先上买名的单字 所以第八个单字叫做control,第一个它是动词,第二个它是名词 所以先写个一动词control,然后二名词还是control 不过在二的下面,这个地方写个,这个人意思Under control,或是这个人 is out of control Under就是受控,out of就是不受控,所以失控了,讲成失控了 所以这个人,当然不见得一定是人,有时候一个状况,可能一个一直动物都有可能 所以我显人为主,然后再来写个三,仔细看 control这个字,它的过去式,有没有觉得它的拼法好像有点坏坏的 几个L,雷亚哥,对,它要重复L加ED,所以请你把它写上去,要重复L加ED 一是动词,就是控制,二也是动词,还是控制 那二的下面呢,因为它是名词的关系,动词名词啦,第二个是名词,所以Under跟Out of control 三就是想要的工具式 好,再来第九个单词,叫做Emotion,先写个E,它可以数,我可以加S 因为我们人有七情六欲啊,所以呢,你有各式各样的情绪 叫Emotions 可是如果今天人家有人跟你讲说,You are so emotional 你觉得这个字是好还是不好?因为呢,你的情绪如果是Emotional的时候,来,二在这里 我们会讲你这个人可能就是有点情绪化的,对,情绪化的 当然也可以是情绪很激动,或者是感情充沛啦,比如说看到一朵花掉下来,然后就哭得嘻哗哗哗的 好,再来,第三个,这是啥?Vocano,什么是Vocano?火山,可不可数?可以啊,可以讲一顿火山,两顿火山嘛 所以第一个,它可以是Vocano,那请问副数勒?S还是ES?叫我你好了,S还是ES? 对,它严格说起来是ES,可是,可是,在这边,也有人加S 有啊,阳明山不就有一个主题做的是火火山嘛 只是这几天地震的关系,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唤醒它,希望没有啦 不然那种漂亮的地方可能就毁了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字加S,最正确的其实是加ES,因为它是子音加O 好,再来下个单字猜猜猜看,什么叫Pinkdown? It's hard to pin down when the book was written 当这本书被写好的时候,做这个动作是很难的 所以Pinkdown是什么?Pink是图定哦,大国真哦 好了,写上去,就是Mensurate 它是片语,因为两个字嘛,所以叫片语 然后呢,写个2,我们先写它的动词,因为它当动词的时候是D 所以呢,我先写个2,定住或者是定上,或者是固定住 它就是用那个别真啊,大头真啊,把它定住 所以它的过去是,记得重复N,加1,1 记得重复N,加安居 所以2是动词,然后记得写重复N,加1,1 然后写个3,Pink当名词的时候就是别真,或者是大头真 可以数,可以一根两根嘛,这个OK 刚刚比较晚的,就麻烦你今天回去再自己看一下影片咯 再自己报复上去 好,下一个单字猜猜看咯 这个,这几年来还蛮夯的 你这是什么东西? 金油 对,它是金油 可是到底什么叫做Essential? 欧油的不知道是油嘛,对不对? 所以Essential,欧油的Essential叫香精,对不对? 15番街就真的讲香精 不是啦 金... 不是,好啦 没关系,把它写上去 Essential这个字 拉出来写 这个字旗当形容词的时候,是必须的 然后我今天才学到一课,原来 一定要的是 这个是每天要用的,用这一个 有另外一个虚,不是是3P,有没有 这用阿森老师,对不对? 其实这两个什么不一样,我都真的不知道 因为现在你们学的跟我的年代学的真的不一样 你就写一个啦,反正它就是必须的,很需要的 所以Essential,欧油呢,就是金油 好啦 好,下个单字呢,叫做欧油 有没有看到它的词性?它是什么词? COMJ是什么? 连接词 什么叫连接词?来写个E 基本上所谓的连接词,就是后面要有主词加重词 这样叫连接词 and or but so because 这种都叫做对的连接词 连接词的概念就是可以连接两个句子 或是连接两个相同的东西 所以你们这次考试不是考到那个and 的land有没有?一堆人都只有写land 没有写and,超可惜 因为land是副词,它并不是连接词 好了,再写个2 它可以是介细词 那当介细词的时候就没差了 为什么?因为你可以高兴加名词也好 加安居也好,随便 可是当这个字超级无理讨厌 我先写一句话给你看 你翻成中文给我听 叫做,我先这样子写 He comes home until 10th 这句是什么意思? 你先抄哦,你要抄上去哦 He comes home until 10th He comes home until 10th 你选错了 T1N才对 这句的中文怎么翻 他一直到10点才回家 可是这个语意是什么 他一直回家一直回家一直回家 一直一直回去 然后一直到10点 这个是动作的持续 可是我们的语意应该不是这样 他之前都没有在家 他一直到10点才到家 所以正确的意思不要被中文骗哦 正确很讨厌 正确你要把这个字画到这个短 until跟think那个字一样 他前面大概都会加一个mot 所以这句最正确的用法 你只能he doesn't come home until 10th 意思就是他10点才到家 在这之前他都没有在家 一定要记住哦 所以因为这样你要写的是写个4 until这个字呢 他最常出现搭配的字 其实是not until 就是前面的动作一直没有做 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完成 所以呢not until 就是中文翻成直到 好最后写个5 高中你们就会知道的差异 不过现在没关系 然后写个等于till 相等 中文就是直到什么时候 好下一个单字叫做slide 本来他是流滑梯 可是呢 因为他的那个方向是往下的 所以他的语意呢 翻成逐渐变糟 等一下你们的课文要做一个心理测验 所以呢 一个是逐渐变糟 一个是下滑 然后写个2 当名词的时候 叫做滩方 所以前几天 这两天不是下雨 然后又地震吗 所以有很多地方 其实比较怕的是这一种 最怕的不是rug slide 土石但滩方都还小事 最怕是mug slide 因为土石流 你基本上没有空间 可以让你呼吸 所以你如果是土石滩方 你如果是躲在车子里面 你还有空间可以呼吸 可是如果今天他是土石流 又有水又有泥又有沙 你基本上 你呼吸的空间都没有 所以最可怕的 其实这个叫mug slide 土石流 所以921也不是有 诶 是哪一个地方 小林 村嘛 就整个被掩埋了 有没有 安静到抱 是因为那边根本没有空间 可以让你呼吸了 所以mug slide 叫土石流 好 我要再记住了 再来下个单字 叫库这样 好了 库是两爽的 没错吧 请问他大概几度 酷跟cold的哪一个标本 cold的比较温 你觉得今天的天气是酷还是cold hot 对我也觉得说hot 可是你就知道差别了啦 大概春天就是warm 夏天就是hot 秋天大概就是cold 可是你知道cold有另外一篇 你让他长得很像 叫cold down 这两个有什么差别 来看清楚 cold down呢 强调是不要生气 可是cold down的意思是什么 地震了 你要不要这边尖叫 啊啊啊一直叫 然后这边原地打乱 不要 请你cold down 这个是叫你要冷静 不要慌乱 所以两个的语义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一个是不生气 一个是不慌乱 可是他的中文意思 的确都是冷静 所以就看状况去用法 看到你妈已经快 头发在冒烟了 你就跟他讲cold down 地震呢 他在那边尖叫 你就叫他cold down 看你你妈是什么样的状况 你再决定用哪个单字 你妈如果听不懂就不会来 你们这个年代的爸爸妈妈 英文应该都还可以 所以不过这样跟cold down 要分清楚 好 下个单字呢 叫deal with 这个字你就要注意 就是他的过去式 deal这个字 本来当动词的时候 写写了e 他写一个片语 他是处理 写个e 他等于 handle with 等于cold with 可以是handle 可以是cold 然后中文呢 他的后面都是with 都是应付 或者是处理 都行 应付也好 处理也好 就是用 应付或者是处理 好 再来写个2 要写了就是他的过去式了 那deal的过去式 猜猜看 加ed吗 我会讲一定不是吗 2在这里 他的过去式变成del e a 变成l 他念del 再来写个3 可是deal这个字 你们常常会听到 我跟你读哦 ok it's a deal 什么叫it's a deal 交易 对我们一言为例 interdeal就是交易 可是最后写个4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不好 我把他加1啊 毒贩啊 就写毒贩就好了 卖毒的人啊 毒贩 不是毒箱哦 毒箱有另外一个单字 那这个drug deodor 不是头头 是那个小弟 就是帮忙卖的人 不是提供真正的头的人 所以drug deodor呢 翻成 药头 好 毒贩 好啦 好 再来隔壁 我把单字上完哈 下个单字叫siso 这个没什么好写的 siso siso sip sip嘛 刚好就是他原型跟过去 不是啦 他是刚好长这样啦 siso就是敲敲板 那请问你玩敲敲板要不要乐 要啊 玩敲敲板 你这样啊 干嘛菜 就在这啊 play on the siso 好啊 就这样啊 就是玩敲敲板 好看到啊 所以 要不要乐 可以乐 可以乐 你也可以乐 可是就是要昂乐 或是昂乐 好 下个单字刚刚写过了 emotional 就是情绪化的啦 或者是 尤其像这种天气 很容易发生那个情绪 就是一下子high 一下子down 然后就很容易引发忧郁症 所以emotional problem 大概就是情绪问题 又有梗了吗 不然怎么这么多梗啊 所以emotional呢 翻成情绪激动的啦 或者是情绪有问题的啦 或者是情绪化的啦 好 下个单字叫做drama 什么叫drama 它这个字叫戏剧性的事件 可是你在晚上看的多情城市 天之娇女 什么 他们今天讲的另外一个给我 还是 生生世世吗 这是什么 我想不起来 对对对对 那一个就不行了 来写个一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叫做soul opera 这个叫联系剧 用肥皂剧这个字 有吗 你们还在看吗 你们这年代好像不看电视了 我不得已 我要陪我妈看多几城市你知道吗 然后我几天没看 我都还连得起来 超强 我都知道那个一定发生什么事 我妈呀 你们班怎么这么多老灵魂 连一难忘都出来了 好 写个二叫dramatic dramatic dramatic tisd 这个字呢 叫细剧化的 细剧化的或是细剧性的 非常剧烈的 这个字还可以翻成剧烈 什么时候会让它天气 像现在的天气 就越来越剧烈的变化了 就用这个单字 dramatic change 好 下个单字 这个怎么念 我让它念片片听 breath 好 这个叫breath 可是呢 这个是名词 所以深呼吸怎么说 深呼吸 那看到僵尸要暂时停止呼吸咧 把一几家 对 hold your breath 这是憋气 你可以憋多久 三分钟吗 那你不是人 你可以憋三分钟吗 正常人 不行吧 可以哦 哇 那你可以当语了 你知道吗 你可以在里面都不用出来了 三分钟你们可以哦 好 我现在自己出色看 他是用这个对象 哦 就是从此不用再上来那种 好 写个二 深呼吸 要请你写一下 take a deep breath 这个一定会 因为就是课文里面 一模一样的片语 take a take a deep breath 就是课 然后写个三 你上气不接下气 跑个一千八的时候 跑个五圈好了 上来的时候 再跑上我们的教室五楼 哇 你应该是out of breath 就你快 快蛤屁了你知道吧 可是 再来写个四 仔细听我念哦 我念的是 breeze 刚刚是breath 是短音 breath 是名词 breeze 多一个一 他是动词 他是动词哦 所以你可以去一加安菊 变成正在呼吸 所以breath in 跟breath out 你可以加个in 加个out 所以breath in呢 就是吸气 breath out呢 就是吐气 吸气吐气你会了哦 可是你们大部分呢 都不会呼吸 你如果会正确的呼吸 你很快就会变瘦 因为正确的呼吸方式 可以帮助你燃烧你体内的 正层 正皮层里面的脂肪 就很快就会消灭掉了 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都不会 都是鼻子吸 对不对 我们都是嘴巴吸 鼻子吐 正确应该是鼻子吸 鼻子吐才对 嘴巴吐到那里写 可是最正确的呼吸方法 你还要用到你的丹田什么的 我理工丹田在哪我都不知道 好啦 接下来一个 end up with 这个很重要 这个请你方写个加 breath in 就是他的结果变成怎么样 他一定要加ng 那你没有ng 没关系啦 你用没有名词吧 好啦 下一个叫common ground 来猜猜看 这是什么 common是普遍的 ground是地板 It's hard to find common ground between a 10 and Leo They are very different 他们两个非常不一样 所以他们很难去找到 他们两个之间的 对 共同点 共同之处 common就是普遍的 ground就是他们踩在同一块地上 所以两个如果有办法踩在同一块地上 那两个只表示他们有共同点 所以common ground叫做共同点 好 最后一个叫blow up 先猜猜看 blow的三态 blow blue blown 对了 一先写三态 blow blue blown 来写个二 叫做blow out 什么叫blow out blow out blow out the candle and make a wish 吹喜嘛 对啊 你们最为的就是只有加candle而已 可是什么叫blow up 往上吹吗 就是你头上已经在冒烟的概念了 所以什么叫blow out 火山快往上喷发了 就是气到已经快两红了 好了 好了 那我们快速看一下动画 因为我今天应该把它上完 所以有点感 顺服 来根本一零八 快 然后很大声 刚刚跟我 其用来得及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volcano? 还好 一零八 This is a good time to find out more about yourself 好 坐心里干了 take the following test to pin down who you are When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What is the first thing you want to smell? A Flowers in a flower pot B A cup of coffee C A delicious breakfast on a big plate D A bottle of essential oil 好 问你哦 选A的举手 早上起床第一个要闻到 好 B 好,来,B的举手 吃我一堆猪的举手 好,来,看一下 那我就让它继续往下了 因为这是一个心理测验 A A You wait until they cool down and then try to deal with them However, it's important for you to speak up and let people know how you feel before things start to slid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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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emotions go up and down like a seesaw You are happy one minute but the next you are sad, mad, or worse This emotional drama is bad for your health You can solve it by exercising every day and eating a healthy diet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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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看看准不准好 因为刚刚有选A做一个人 可是,呃,据我所知,好像啊 好啊,来,第一个 Have you ever feel like a volcano? 把这个feel like 圈起来 feel like 呢,其实啊 这里并不是想要的那个片语 like 在这里叫做像 你曾经感觉你自己就像一座火山吗? 啊,我点到了 Do you ever feel like a volcano? 好,然后不过旁边帮我先写一个 我用鞭子白板好了 来,第一个先写个 would like 跟feel like 什么叫做 would like 想要,什么叫做want 想要,什么叫feel like 还是想要 那这三个想要有什么不一样呢? 后面接的不一样 好了,三个都是想要哦 第一个 would like 加什么? 对,很好,他接 to want 呢? 也是 to feel like 呢? an g 对,记得哦 dike 在这里是介系词的下 所以他要加an g 三个中文都是想要 want 是最口气最强烈的 所以你曾经觉得自己像一座火山吗? 所以他就开始帮你做心理车 你们刚刚自己都知道 不可以先看后面的结果 你先看你就会影响到你自己的心理车 就不准了 so this is a good time to 把第一个把这个to圈起来 其实呢,什么什么 a good time 这个time圈起来哦 这个time不是时间 你帮我写个次数或者是时机 他就是不能翻成时间 因为时间不可数,我们不会加额 第二个呢,这个time to呢 就是什么的时间到了 so it's time to 就是去做这个的时间到了 时机啦,应该讲时机啦 然后第二个呢,这个find out 就是找出more about yourself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take the following time 好,第二个把这个take test圈起来 就是参加考试,参加测验 可是什么叫做the following 两个字起话 the following 1,它是形容词 就是下列的 2,它是名词 就是下列的人事物,随便 所以它可以是形容词 也可以是名词 所以你写一下下列的测验呢 to pick down who you are 为什么不是who are you 这叫什么问句 啊,姐姐 对,所以who are you 我就是直接直接问句 诶,你谁啊,你哪位啊 可是I don't care who you are 对,谁记得哦 这叫直接问句就是问号 这个就不一定了 所以你可以去确定一下 你是哪一种人 when you wake up in the morning 来把这个wake up 写个等,you get up 当你早上醒过来的时候 好吧 然后第二个 把这个in the morning 这个in,写个年月四季 很好 对,年月四季 讲中方写好了 就早上中午、傍晚 what is the first 好吧,first one 这个字话 如果你的叙述前面没有了 没关系 请你加个所有个 你可以是my first 可以是the first 就是不能没有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 最想要闻到的东西是什么 好,来ABCG 第一个A是flowers in a flower pot 看清楚哦 它是pot,不是vase 它不是花皮 它是花盆 vase就是花皮了 所以第一个 是你想闻到花的香味 第二个 像我就是b啦 我没办法 早上一定需要这个 因为要refresh,你知道吗 我就是一定要一杯咖啡 再来 C,a delicious breakfast on a big plate 好,把这个前面写个witches 两个一起留,两个一起省 A就是花瓶你的花,而花盆你的花 B是一杯咖啡 C呢是在一个大盘子上美味的早餐 所以第二个呢 要把这个delicious 往这个字化 平常我们早餐午餐晚餐 我不是互口 我不是在跟你打招呼 早餐,早安午安晚就起 早安午安晚安 因为他做过那个实验 一个礼拜十啊 吃什么东西 超厉害的 所以来 breakfast lunch dinner 通常不可数 可是什么时候可以数 来记一下 如果单纯只有吃 请你用eat 有吃又有喝 请你用喊 所以你早餐吃什么 午餐吃什么 have something for breakfast lunch dinner 那你要煮晚餐 做早餐 请你用make跟prepare 跟cook都可以 好 然后第二个 如果你要形容你的餐点 是怎么样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要加饿了 所以像你比如说 你168好了 你16个小时不吃 你这8个小时要尽量吃 或是你这一个 这一餐你只吃两片生菜 一颗水煮蛋 那就是这个 alike lunch like的意思就是很清淡的 那你如果今天早餐吃 台湿王品牛排 中午吃淘宝乎 晚餐吃吃鬼好了 那那个叫a big dinner 那就会变成是大餐 所以你要休式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的三餐 就会加个二 也就是有形容词 我就必须把二加上去 这样ok吗 好 好 所以第三个呢 是早餐 第四个 有人在床头就已经放这个了 叫about all essential oil 你们床头有这个吗 我不知道 不然就用这个单位 a drop of 就是一滴 可是因为金油不可能只有一滴 所以它大概都是一罐 有啊 像你睡不着就是要滴薰衣草 没错吧 我知道的只有薰衣草 因为我怕那个味道 我就不太敢 好啦 所以选a的人 来看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人 you are a person who 把person who这个who圈起来 画到这里 你是这种人 什么样的人 who doesn't like to fight with others 把这个fight with写个吵架 争执 others的s的下面写个等于people 有people就不要有s 有s就不要有people 你是一个不太喜欢跟人家吵架打架的人 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有人说不好说对不对 所以fight with呢 备注一下 我先讲一次 就是跟他对抗 跟他争吵 也ok哦 可是有时候也可以是a跟b一起对抗 这个ok 好 所以第一个 你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再来you wait 你会一直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until lay cool down and land 把这个land圈起来 你们这次考试最可惜就是这个字 只有and可以连接 两个相同磁性的人 所以你会一直等 等到冷静的时候呢 然后try to deal with them 然后再试着跟他们相处 再试着跟他们处理这个问题 however 然而it is important for you to speak up 好来吧 it is abj for什么人 to什么事 对 所以这个to才是真的主词哦 真的主词在后面的这个to 所以这件事情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 什么事情很重要 不要人 你应该要speak up 要说出来 and let people know how you feel 再把这个let往这个字画 提醒你 这叫实义动词 实义动词后面只能接原始 第二个how这个字圈起来 跟刚刚那个who you are 有没有 一样 how的后面 你要先主词 再加上助动词 再加上动词 这样叫间接问句 那间接问句绝对不会有哪三个字 do does this 没有 对 how you feel 是你一定要让人家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 什么时候就要讲了 before things start to slide 好吧 这个start to写个begin 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 赶快讲 不然这种人憋到后来会疯掉 你知道吗 他就会直接火山爆发了 所以他也可以加上g begin后面可以加上g也可以加2 start后面可以加上g也可以加2 所以在事情变得更糟之前 赶快讲 不要憋 憋的人会得内伤 好 这是选A的人 那B勒 就是像我 我就选B的人 你的emotions 跟up and down 的确吧 来把这个up and down 圈起来 你的情绪会起起伏伏的 上上下下的 like or see so 好吧 like写个介细词 就是像 就像翘翘板一样 一下子上 一下子下 然后you are happy one minute 好 这个one 跨到下一行的the next 上一分钟 你看起来很开心 但是到了下一分钟 你就突然 sad math or worse 甚至更糟 所以本来上一分钟还开心 不然下一分钟哭得稀里哗啦 发生什么事 灾 就忽然情绪又来了 所以这种人呢 就是比较emotional的人 所以下一分钟 你的情绪可能就忽然变很掉 this emotional drama is bad for your health 所以这种情绪起不太大 这种情绪的这种事情 事件 对你来讲 其实对健康是不好的 you can solve it 这个at呢 往这个字号 你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可是要怎么解决 来吧 by 在后面写个V1 第一个要运动 第二个 eating写个V2 所以你可以 运动 你也可以吃 可是你要吃什么东西 我上次跟你说过了 一天至少吃五个颜色嘛 七次黄白黑 就可以补你的干肌 皮肥肾 所以男生不是肾脏很重要吗 多吃黑色的东西 干肌脾肾肾嘛 七次黄白黑嘛 所以多吃黑色的 这些黑色有什么 芝麻 黑豆 巧克力啊 这些都是黑黑的东西啊 好啦 那选C的人是谁 这不是我咯 我没有选C 我选的是B 再来 你选C的人是谁 就是吃货嘛 你一定要有早餐出来才可以 心情才会愉快 If you think let 把let写上去 你会认为那一件事情 这个let不是关系字句的let哦 这个字是名字字句的let 所以他外面会接字句 主持加动词 你会认为那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Your close friends are the ones 把这个s往这个字化 因为上面的朋友是负数 所以下面的one就要加s 你认为你最好的朋友 最亲密的朋友就是这些人 那the one who这个who圈起来 好了吗 他是什么样的人 最了解你的人 那understand you the most 这个le可以括号 第二个most可以变成best 因为他修饰那个understand 啊我点到了 however when they do something that you don't like you stop talking to them 好了 最了解你的人 就是你最亲密的朋友 然而 when they do something 好 这次考试的那个 顾和代名词 一个人错了 something special anything different 记得形容词放后面 那这里呢 当他们做了一些 你不喜欢的事情的时候 you stop talking to them 是把这个动作停下来 还是跟他们说吧 this is not wise because you may end up with no friends at all 请问他是继续跟他讲话 还是不讲的 不讲了对 我就不跟他说话了 可是这件事情 他不是很聪明 because you may end up with 把这个end up with 写个加 vang 这种事情不好 为什么 因为最后的结果 会变成没朋友 不是帅到没朋友 是真的就no friends at all 完全没朋友了 在you the better 好把这个一撇第一 写个hand have better呢 帮我写个加原型 have better的中文叫最好 have better 记得加原型哦 所以你最好 you better open your mind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ithin 好 来吧 have better 加原型 所以你最好做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 才会没朋友 拜拜 才会有朋友 sorry 你最好呢 open your mind 敞开你的心胸 and find common ground within 来吧 这个common ground 刚刚有写到 什么叫common ground 共同点 对啊 找到刚刚的共同点嘛 总要有话题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样子就才会有朋友啊 好 最后选出 精油的人类 you don't get angry easily 有东西 我不知道 因为我不用精油 所以来吧 easily 往这个字号 修饰的是动词 第二个呢 再把这个get圈起来 get写个5加5加2 它叫连缀动词 看起来 闻起来 听起来 强起来 感觉起来 跟变变变变变变 这些呢 它的后面 其你间形容词 你不太容易生气 however 然而 if someone makes you really mad 可是当有人 真的让你mad mad就是快点红哦 如果真的有人 已经让你 真的 真的很生气的时候 you become a volcano 你就变成一座火山 and blow up 什么叫blow 噴发 对 噴发人 噴发是什么意思 没有到揍啦 干嘛那么夸张啊 这里啦 就是已经大怒了啦 可是因为blow呢 它有吹啦 有炸毁啦 有博然大怒啦 都有 都是 所以它的意思很多 所以呢 你就生气了 而且是气到 怒法充断的那种 所以Next time That happens 好吧 这个let往这个之后 嗯 下次如果这件事情 真的发生了 怎么办 没关系 take a deep breath first 首先 请你先深呼吸 add the land 好再问你一次 哪个patient land patient 对不要被骗了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第一个 这写个V1 这是第一个动作 命令你先深呼吸 第二个动作 请你think about 请你想一下 考虑什么事情咧 the bigger picture 什么叫the bigger picture 就是比较大的格局 就是想远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这样 来吧 bigger picture 写个大局 什么叫大局 就是要想清楚 你如果真的跟他闹翻了 你会有什么状况 譬如说跟梁小姐闹翻 你就没有零食可以吃咯 从此以后只能看着他吃 你会一直流口水 这不好咯 所以想到这个后果 忍下来 OK啦 好了吗 大概就这样 谢谢 谢谢